该怎么正确解读你的梦 十分钟读懂一本书 今天读《梦的解析》 作者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是首版于1899年的一本开创性的著作 通过对梦境的心理学探索和解释 打破了几千年来人类对梦的无知 同时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初步形成 被誉为精神分析的第一名著 这本书围绕弗洛伊德提出的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一核心观点展开 详细阐述了对梦的多种看法 梦为什么会伪装梦的四种伪装手段 以及该如何用精神分析发解梦等内容 在弗洛伊德的研究发表之前 关于梦的理解有两种主流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梦是神灵的启示 承载着对未来的预言与指引 比如古埃及法老曾梦见七只兽牛追赶并吞食了七只肥羊 法老认为这是一则预言 于是古埃及未来会经历七年的丰收 随后是七年的饥荒 饥荒会消耗掉前七年所有的粮食 而另一个观点则截然相反 他们将梦变持为毫无意义的思维残片 众多学者秉持此观念 认为尝试理解梦境不过是徒劳之举 认为梦境本身并无解读价值 弗洛伊德的研究推翻了这两种观点 他批判前者是迷信 反驳后者对梦的认知不足 弗洛伊德坚信 梦不仅富含深意 而且与做梦者清醒时的思想活动紧密相连 是心灵深处未被察觉愿望的曲折表达 他进一步提出 梦是可以被解读的 通过心理学能够揭开梦境的神秘面纱 洞悉其背后的真实意图 梦的解析一竖的核心论断是 梦是愿望的大成 弗洛伊德指出 无论梦境如何光怪陆离 甚至是令人恐惧不安的噩梦 其本质都是潜意识中未完成愿望的变相实现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位女性病人梦见侄儿去世的悲痛场景 表面上看似不像 实则深藏着她对姐姐某位男性有人隐秘的爱慕之情 梦中侄儿的离世 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场景 旨在为其心上人出席葬礼提供合理的背景 从而间接实现了她渴望与之相见的愿望 成年人的心理活动比小孩子复杂得多 在梦中实现自己的愿望不会像小孩子那样简单直戒 而是通过伪装和改造将真实的欲望隐藏起来 既然梦是愿望的达成 为什么这些愿望不直接以原貌呈现呢 为什么不直接让女病人梦见那个帅哥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梦作为潜意识愿望的投射 其表现方式并非总是直接了当 弗洛伊德巧妙地运用冰山的形象 来阐述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微妙关系 意识如同冰山露出水面的尖端 清晰可见却仅代表精神活动的一小部分 而深藏于水下 庞大而复杂的部分 则是难以触及的潜意识领域 从潜意识身处升起的愿望 尤其是那些涉及个人隐秘 不合社会规范或道德禁忌的欲望 如果未经修饰就直接闯进意识领域 将受到来自心灵内部的强烈抵制 这种抵制机制 就像是城门前尽知尽得的守卫 对每一个试图进门的潜意识内容 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筛选 因此 为了使这些被压抑 甚至自我厌恶的欲望 能够避开意识的审查 以一种相对安全且可接受的方式 浮现于梦境之中 他们不得不进行伪装 这种伪装 是梦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它通过对愿望内容的变形 象征 隐喻等手法 使得原本直白的欲望变得含蓄 模糊 从而得以顺利通过意识的审查门槛 最终在梦境中得以实现 如此 梦不仅满足了潜意识中的愿望 还巧妙地维护了个体的心理平衡与自我形象 3.梦的四种伪装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 梦的真实意图通过四种主要机制 被伪装和隐藏起来 浓缩 遗志 象征和润世 这四种机制使得梦境内容变得复杂而难以直接理解 1.浓缩 在梦中 一个异象可能同时代表多个潜意识内容 这种机制使得梦境内容高度浓缩 且具有多重含义 比如 一个角色可能代表做梦者生活中多个不同的人物 再比如 你梦见一个房间 他同时像浴室 厕所和更衣室 这实际上代表着脱衣服的房间 暗示与脱衣服相关的性欲望 2.一致 一致是指梦中重要的精神价值 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无关紧要的对象上 使梦境内容显得不那么直白 比如 一个女病人梦见家里挂了一条蓝色领带 而现实中 她对一个有妇之妇有不道德的爱 这种爱被道德感压抑 所以在梦中 她的渴望转移到了这条领带上 避免了直接梦见那个男人的风险 3.象征 象征是梦中常见的表达方式 通过特定的象征物或情境 引于潜意识中的内容 弗洛伊德认为许多象征具有普遍性 尤其是带有被压抑的性象征 比如 蛇和蜡烛通常象征性欲 房屋常常象征自我或身体等 4.润世 梦境源于日常生活经历 并经过前三种机制的伪装和变形 最终得到一些看似无关的形象 润世指的是在梦的回忆过程中 做梦者会有意识地对梦境内容进行合力化重组 使其看起来更连贯和有意义 这一机制虽然让梦境逻辑更清晰 更容易理解 但也进一步掩盖了梦的真实内容 这些四种伪装机制的目的 是让梦躲过内心的审查 避免被意识直接识破 然而 经过层层机制的作用以后 梦的真实意图变得模糊 梦境看起来混乱荒谬 难以理解 很难直接看到愿望满足的痕迹 在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法之前 解梦主要依赖于两种方法 密码法和象征法 密码法类似于插字典 将梦境中的元素逐个拆解 然后通过查询早已编写好的解梦书 翻译出这些元素的含义 再将它们拼接起来 象征法则更像是隐喻 把梦境视为一个整体 认为梦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象征着做梦者在现实中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 弗洛伊德对这两种传统解梦方法提出了批判 象征法过于依赖主观的推断 而密码法则依赖于少数人编写的解梦书 这些书中的解释未必适用于每个人 所以这两种方法都不够可信 于是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法来解析梦境 弗洛伊德认为 梦是愿望的达成 解析梦的关键在于找到做梦者在梦中想要实现的愿望 无论梦境多么奇思妙想 它的材料总是来源于你生活的真实世界 也就是说 你不会梦到从未见过 听过 经历过 或思考过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 无论梦境如何改造 加工 和伪装 梦的素材总能在做梦者的生活环境中找到 精神分析法解析梦的过程 是将梦境拆解成不同的部分 然后逐一分析每个片段 展开自由联想 追溯这些片段在现实生活中的来源 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就像通过嗅觉辨别香水的成分和原料配方一样 虽然这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 通过让做梦者对梦境的每个细节进行自由联想 不受限制地说出任何与这些细节相关的想法和记忆 精神分析法试图挖掘出潜藏在梦境背后的潜意识内容 从而揭开梦的深层含义 梦的解析为探索人类潜意识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具有里程碑时的历史意义 然而书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和时代局限性 随着科学界对梦境研究的不断深入 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逐渐显得过时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本书当成标准答案 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引导读者探寻人性的潜意识 而不是单纯关注理论的对错 通过阅读梦的解析 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梦境背后的心理机制 认识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思维 从而更深入地探索自我 这不仅有助于心理治疗 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更好地调整心理状态 提升自我认知水平